大家好 我是中國的香港演員 羅家英就是我 《白蛇轉》這部電影拍攝了三年 亦都是我一年生裡 第一部粵劇電影拍攝 以前我拍攝的都是普通電影 即使時裝也好 古裝也好 都是一些普通電影 但這次是用粵劇的形式 唱、做、表演的 是不同的 這次真真正正是兩地合作 是由大灣區邀請佛山粵劇團 去做這件事 由院長李淑勤 他負責做監製、監督 打電話給我 邀請我上去橫店 跟他合作 這次真正是廣伏合作 這次合作亦都是我第一次 和李淑勤小姐 和李淑勤小姐 攜手合作 這次真正是第一次 所以很期待 這次的《白蛇轉》 能夠給觀眾一個好評 基本上 沒有什麼不同的 因為在五十年代 廣州很多的粵劇演員 定居在香港 我在四九年的時候 由廣州到香港 那時我是四歲 我在香港長大 在香港學大戲 我爸爸也是粵劇演員 我爸爸跟廣州的老一輩粵劇演員 是好兄弟 我們香港的粵劇 和廣州粵劇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 大家隔了三十多年 而廣州 他們是流行了 一定要演一些現代戲 和一些樣板戲 他們的表演方法 跟香港有一點不同 一個是更加澄釋 而香港的 我們老一輩的演員 拍很多電影 他們把電影的自然 和生活 帶了到舞台 所以香港和廣州的粵劇 那種方式不同 就是情色和生活 這兩種是有一點不同的 但是大家經過不同的長時間 一起去合作 或者是互相研究 我們開始 大家是混合得得相當之好 老實說 我覺得粵劇已經是不斷創新的了 你說叫我怎麼創新 創到什麼叫做新呢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標準的 其實我們每一次演戲都有創新 有不同的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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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藝術、文化、吸引遊客 以及告訴大家 香港是一個有文化 是講藝術的一個城市 不是一個純粹講經濟 或者是一個文化的沙漠 將香港的地位和身份提高了 讓世界性對香港更加注重 以及會來香港看下 希望在藝術方面 帶到很多遊客來香港 帶動經濟